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是贪火、春火、吃火 痛苦因为有生、劳、死 有悲伤、有烦恼、忧愁、称恨 圣者领养这些真谛 就能放下执着 远离这些染污 而得清净心灵基督道解惑 哦,佛陀已经在这儿了 当我身为太子之时 曾经发过五大愿 就是 第一,但愿我能登基为摩洁陀国王 第二,但愿佛陀首先到我国土来 第三,但愿我能清净佛陀 第四,但愿佛陀为我示教 第五,但愿我误得佛陀之道 如今朕的五大愿就要灵验了 你们跟我一起去拜见佛陀吧 我要请求佛陀为我说法 施舍 就是施己他人 最高尚的是无畏施 经常修持的人 心情温和 步行稳重 威以端正 因为太金能舍弃一切 无执着无我 无今朕的大愿都已经达到了 听了佛法感到心情舒畅无比 明天早晨 请佛陀和众弟子到王宫接受供养吧 佛陀的住处离城市太远了 信徒要去听经供养各方面都不方便 朕愿意将竹林院供奉为佛陀金社 这是个清净的竹林 面积广阔 距离城市又不远 清净安宁 请佛陀允许我将它修建为佛教寺庙吧 明天早晨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这就是竹林企兰吧 从此佛教就奠定在这片大地之上 自从从野路院和佛陀分路弘法部教以后 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机会和佛陀会面呢 明天早晨 幽冲坡的公司 优伟提示 戏具不好看吗 你怎么好像没兴趣的样子 哎 先问问你自己吧 距离多 你不是也一样无精打采的吗 哎 不管是演员也好 观众也好 大家都活不过百年就死了 我们还这样贪玩 整天看戏绝乐 太没意思了 我们应该尽快找到真正脱离苦恼的道路才是 我跟你一样 我也是这么小 这样吧 我们去找学问渊博的人拜他为师好吗 你说哪位老师他的学问最好呢 目前的宗派很多 但是我认为啊 咱们还是去投靠山蛇耶比罗之子为师 因为这个宗派规模比较大 信徒也多 就在王社城里 不但我们两个过去 我们的信徒都一起去归属他 你觉得怎么样 好啊 那我们明天就去吧 咱们两个跟随师父求学 已经学完老师所有的学问了 就是嘛 而且啊 师父所教的并不是解脱苦海的法文 既然如此 那咱们再找其他的宗派求学去吧 我们两个结交了这么多年 已经是最亲密的老朋友了 我看这样吧 从今以后 谁先找到针法 就必须互相展告 好吗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满意佛陀的法,佛陀是我的老师 连的老师都为您讲些什么法? 我刚皈依不久,所以不能给你讲深奥的法 只能说说大概 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长作如是说 啊,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刚才只听你说的这几句话,就慧眼见佛了 既然这样,那咱们快去请山石爷老师一起投佛陀去吧 你们说这世界上聪明的人多,还是笨的人多? 世界上笨的人比较多 所以聪明的人,就投渠潭沙门去吧 我愿意在我的金社传教渔笨的人 众弟子 正在走过来的那两位,就是我的左右大弟子 戒是正顺解脱之本 延迟戒律修行的比丘 得生、诸禅、极灭苦的智慧 解脱一切烦恼业缘 心性就能自在洒脱 众弟子听完佛陀的教话 都证得阿罗汉谷 唯独木剑连和舍利福 因为他们二人智慧聪明 不轻易听信别人 所以,梅立即证得阿罗汉谷 如今,你们俩皈依佛门 应该以你们母亲的吉祥名字 命名为舍利福和木剑 中文字幕�和舍利福 木剑莲 你就按照我教的解困方法吧 木剑莲 你要知道感受是苦是乐 不是苦也不是乐 有生成有习命 这一切都是无偿的事 因为无偿而烦恼 既然无偿就不是真实性 无偿苦空无我 佛陀 弟子认为一切的东西都不属于我的 我不满意任何一切 那么那你也应该不满意自己的看法 长爪犯质 有些人认为猪物不应该属于自己的 有些人反而认为猪物不应该属于他的 有些人认为有些东西是自己的 而有一些不是自己的 这都是因为他们有执着 所以时常处在苦恼中 等到他们看透一切事物是无偿的时候 就会感到业务 而放弃执着 当放弃执着 立即得以解脱 佛陀的教化 正如掀开覆盖着的东西 给在黑暗中迷失方向的人 点燃光明的道路 弟子愿归依佛门 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僧 净行寿 归依三宝 现在 舍利福 已经是佛陀的右手弟子 被誉为佛弟子中智慧第一 而木剑连 则是左手弟子 神通第一 从此 佛陀有了得意的弟子 谷依佛陀之教化 弘扬国法 阿 阿淑市长者 今天真的好奇妙啊 就是啊 当众弟子知道 佛陀就住在竹林经社以后 大家都不约而同前来朝拜 如此 真可说是 四件奇妙之事 同时发生啊 今天 是四项聚会的集会 既是第一 一千二百五十佛弟子 不约而同前来聚会 第二 这些弟子 都是直接受佛陀剃度的 第三 诸弟子都得阿罗汉果 第四 今天是三月十五 月亮圆满 今天是四项聚会的集会 我要给众弟子们 教诫波罗提姆茶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意 是诸佛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从得知太子修道悟德正觉以后 朕一心惦念着 希望能再见佛陀一面 每次派了数千臣氏 去打听佛陀的消息 并请他到加皮罗魏国来 可是到现在都没有阴性啊 朕已经派了九批人 共有九千人 但是 仍然是静悄悄的 没有回音啊 这样吧 你既是朝廷大臣 又是跟太子一起长大的朋友 你带一批侍从到竹林金社去 请太子回来一趟 你却一定成功 臣一定尽力 请求佛陀到加皮罗魏国来 不过 臣事先有个要求 就是请陛下恩准臣出家佛门 朕答应你 加留佗一夜 快去请佛陀回来吧 朕等你的消息 众弟子听着 你们要精进修学 不要执着六根 就是眼 耳 鼻 舌 身 心 更不要执着六境 具有色 生 香 畏 触 法 不执着今生今世 再生再世 是 我们所看到的 听到的 知道的 感觉到的 寻找来的 意念 游览过的 一切 触觉 感觉 五根六欲 都是普通 如果 如果 我们不执着 这些东西 我们就不会 被这些东西触动 也就 不会把它 放在 心上 弟子们 清净 是以智慧法界 精进 勤修 得来的清净 而不是家族或财富的清净